各位网友,大家好!今天是2024年,4月8日,这是今天第五场读报点评节目,给大家谈一谈这个疯狂网,刚才发表了一篇文章,讲到南方周末有一个记者,失业之后呢,找到了新工作,最早的一份工作是做外卖, 那么后来呢,他又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,今天凤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,送外卖以后,原南方周末的记者找到了新工作,这个记者叫陈涛,他曾经是大学的本科毕业,还是硕士学位啊,讲他过去曾经在这个南方周末工作过,后来失业了, 那么失业没有办法就到了一个,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,本人认为啊,这并非是坏事,为什么送外卖,你不用撒谎,对吧,别人,让你把这个食品送到什么地方,你就送到什么地方就完事了, 优质服务,然后呢,人家付费用给你,服务好的话可以给你点小费,也就是说你这是实在在的是打工,对吧,你说那个南方周末的记者, 虽然以前在胡温那个年代,南方周末有的时候还能讲的真话,就现在在习近平同志下,南方周末能讲什么,整天不就撒谎吗,对不对,所以与其撒谎,断了伎俩骨,出卖灵魂,整天就是,这个不能如实地报道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情况,你还不如去送外卖,对不对, 所以我倒认为并非是什么不好的选择,前一段时间有人就热议这个事情,觉得好像低人一等,我看一点不低人一等,这说明还不错啊,就是说这个,你在报社干不下去了可能有多种原因,我认为有相当的人呢,不愿在报社工作,那就是因为什么呢,不想再撒谎,所以说就做另外的选择,那么有些人可能, 有些其他门路,换换换别的工作,当然找到一个尽量好一点的,符合自己这个特点的,发挥专长的,那当然更好了,如果是有后台,有门,有门路,拉关系走后门,能够找到比较有尊严的工作也可以,就靠自己的这个本事,是吧,做点事实在在的也可以, 那你实在不行怎么办,实在不行,可能就是外卖小哥算是比较好的了,对吧,后来这个人据说是,现在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,也就是经过朋友介绍呢,又当了大学教师,我看这个不错啊,因为你教师在课堂上讲课,比这个做记者好多了,有点独立性, 最起码不会像做新闻记者这样无奈,对吧,本人从事新闻记者20年呢,我是知道在官媒工作,那时候在辽宁大学刚毕业的时候,最早找到工作的时候,也就是被大联日报录取的时候,那时候感到非常高兴,觉得很自豪,成为党的喉舌的语言,这个觉得了不起, 后来这个工作多年以后就发现,在中共党没做工作的话,那就是一个帮助中共撒谎的一个机器,你想中国共产党,它的突出特点是什么,为什么能统治这么久,一个是靠抓人,对吧,一个靠杀人,还再就是个骗人,就是三人统治,骗人主要靠什么,就靠媒体呗,媒体你就想吧, 媒体记者哪一个能讲出自己心里的真实的声音,都是什么按照上级的指示,领导让你报什么,你去报什么,报的那东西往往都不是生活当中真实的情况啊,所以都是瞒着良心,喂了一口一碗饭,在那每天撒谎,对吧,那当然了,这个也不是说,从来没有讲真话的时候,也有,你比如说这个胡耀邦那个, 领导那个年代啊,那时候,相对来讲,环境比较宽松,多的稍稍有的时候还能讲点真话,有一段时间还是不错的,尤其是六四那期间,对吧,但是那时间就往往都比较短,大部分时间都是吹牛撒谎编故事,每天上班,第一件事就是学习,你看每天那时候,八点半啊,走进这个报社, 然后就是开会,开它里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有的时候就是一头都开会,整天开会洗脑啊,然后报社就那么几十个人,就那么一张小报纸,最早的时候,大联系报是对开四版,后来都变成大报了,你不管怎么变,变来变去都是撒谎的一个,一个阵地, 然后这个报社里边还设有党字部书记啊,每天就盯着我们这些编辑记者,由于那时候我们从大学毕业,算是比较浪漫啊,思想比较新潮,其实新生事物快啊,所以组织上不信任,就盯着,每个人都是一个盯一个啊,经常开会啊,就是大家人人过关,说假话办假事啊,然后呢,时间久了,这个人就 变异,变成什么呢,变成两面人,呃,那时候讲会来事,谁能把领导扒击好了啊,谁就能获得提升,然后还要这个入党,呃,动不动还要受到这个组织上的这个训斥,谈话等等,那时候说心里话,看表面挺风光的,写一篇稿件,什么本报记者,觉得好像挺,挺美的,实际现在 现在想象很别去,来到加拿大才知道啊,在中国当记者,一点意思也没有,实在是可悲,你看加拿大这个国家的言论是自由的,你要想建个报社,想你想自己成立的电视台,明天就可以,你就注册就办就行了,问题是咋没钱,是不是啊,呃,所以在中国国啊,是独家经营,因此呢,这个记者也好,编辑也好啊,你进了这个媒体以后啊,身不疑, 都是为了一碗饭,时间久了,这个人就是这么讲的,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,呃,每天就是担惊受怕,不一定什么时候祸从口出,有的时候你打字打错了,那个年代,是这个编排版,版面不像现在有电脑制版,那时候是签字,一旦哪个字,减字减错了,出现重大的政治错误啊,说不定就要 测试查办,重的就可能判刑,是不是啊,所以我现在来到加拿大以后,比对一下,我觉得啊,呃,南方周末,周末这位记者啊,算是觉醒的比较早的, 因为什么他这个人,我观察了,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吧,呃,算是在这个记者的行业里,算是个老实人,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,他也不敢挑战强权,也不敢暴露公安党的黑暗,更不想冲撞党禁报警,对吧,呃,也不想坐牢,但是呢,他也不想通流喝污,在现在这个习近平的所谓的新时代,找工作也很难, 可能是生存也困难,是吧,要想竞争也很难,你想,你在报社里不是党员,呃,本身又不愿说假话,可能的你的写作的这个文笔可能也差了一点点,各种原因吧,导致你失业,这好像是个坏事,实际上这是好事,因为你失业了,从此以后你找到了一个自己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这样一个工作,最起码不用撒谎,心理上没有一种内疚感,是不是啊,我看到挺好, 那当然了,现在他找到了工作,据说是教室的更好,我的意思是什么呢,呃,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们啊,你们反正是想一想,人生啊,这个非常不容易啊,为了生活,为了养家活口啊,委屈求全也可以理解,但是像他这个选择,我认为也值得尊重啊,这说明什么,说明现在这个整个媒体啊,竞争也比较厉害,生存也很困难,你想吧, 我自己都知道,你报社出去拉广告啊,你很难拉的广告,别人都说你们这报纸发行量太少了,整天撒谎没人看,咱们凭什么在你登广告啊,你经常就是开玩笑训斥你,对不对啊,所以本人认为啊,这个,每个人选择职业啊,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,做出决策,如果你不愿意撒谎,不愿意过这种屈辱的生活,你不要进报社, 那是最最郁闷的一种,一种职业了,在中共国,对吧,所以我看完以后,我非常同情这位,这个南方周末的记者啊,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儿,那当然了,即使到了这个,三职讲台,到了学校里边,你同样不能,就是说,畅所欲言,对不对啊, 我听说在大学里边也有规定,不能议论这个敏感的话题啊,更不能就是说,跟学生们谈这个政治啊,也只能谈谈业务,但是呢,这个工作总是比新闻记者能好一点点啊,所以大愿每一个中国的这个求职新气的年轻人啊,都做出自己的自己的选择,在这个黑暗的时代,你不愿意同流合污,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, 但是我预判呢,就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很快就会结束了啊,因为他统治已经到了末期了,中国人民很快将迎来一个什么呢,迎来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啊,这是我的一个信念啊,今天在外边只能谈这么多了啊,好,谢谢,谢谢,再见